天氣的消息受到了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加上輻射冷卻效應 全台今天最低溫只有7.8度 苗栗以北也只有11到13度左右 我们就带你来尝尝苗栗特有的早餐 吃热乎乎的水晶饺 连线给记者吴彭馨 好主播一大早天气好冷 带您来吃暖乎乎的苗栗特有早餐水晶饺 业者一早开门不少民众来排队 大家都想来上一碗热汤 因为苗栗以北低温只有11到13度 手脚都快被冻僵了 但也听一下稍早民众访问 今天全台湾最低温平地就出现在 新北石定只有7.8度 而这个气象署也针对八个县市 发布了黄色灯号 可能将有十度以下低温 另外再带您来看南投河环山 入夜之后只有零下低温 甚至到了凌晨五六点 还有不少民众专程上山来感受冷烈的气温 尤其五点半看日出人潮越挤越多 但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下个星期也有接连两波冷空气报道 至于强度还要再进一步观察 最近消息将时间交换棚内